那咱们刚刚所说的这个程序 都是这个发送 那怎么接收呢 接下来我就带咱们大家 咱去接收一个数据 咱们去看看 想要去接收一个数据 摆在咱们大家面前 有一个问题急需解决 解决不了 你收是收不了的 设想一个场景 我写了一个程序 我运行起来之后 如果我想让一个程序当作收 你是不是让它当发呀 是吧 它发了的时候 这个地方写谁的IP 写谁的 你告诉我写谁的 是不是写迅记的 我先把迅记乌坊图的IP 33.128 先看一看 我这个地方就变成33.128 没错吧 我接下来写上一个端口之后 是不是才在这个地方写上 这个数据 是不是才能到乌坊图里面去 端口写谁 且问这是不是就写一个问题 如果一个程序运行起来 没有一个固定的端口 你给它发 它绝对收不了 举个例子 嘴条 我肯定有手机 这没问题 我有手机号 这是肯定的 我今天一个手机号 比方说我买了手机号 叫10010 你知道10010 你给我打 但是明天的时候呢 哥又换了手机号 换成10086了 请问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你是不是还会往10000里面打呀 你就打不过去了 那么因为这是什么呢 如果你的程序 想收数据 必须有一个固定的端口 才可以保证别人给你发 你才能收到 如果你用一个随机的端口 我今天用11010 我明天用10000 我后天用10086 对吧 我后天用40000电话号码 你肯定给我打不了电话 所以说通话 这个地方 咱们填的这个端口 按理说是不是 填个固定的端口 你只要保证你乌班图里面的 这个程序是用的 个固定的这个端口 那么接下来 咱们每次发送数据的时候 对方的IP 对方的端口 发送给对方的信息 是不是只要一点按钮 是不是这个信息 是不是就过去了 也就是说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什么是问题啊 没有一个固定的端口 对吧 通话 我没有一个固定的端口 那这肯定不行啊 想要让一个程序 拥有一个固定的端口 应该怎么做呢 很简单 来通话 回到咱们的程序里面去 想要让一个程序 拥有一个固定的端口 在这个位置啊 这个接收啊 接收数据 我这看了可见啊 这是发送数据和接收数据 这是先发送出去的 那么这个地方 看着啊 想要让你的程序 拥有一个固定的端口 那么我应该怎么办呢 多一件事情 把你的绑定 创建一个套接字的时候 端口 是没有的 我想让我这个套接字 用一个固定的端口 比方说我这个门牌号 我刚按了个门 还没写门牌号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想来这个教室 你是不确定 这个门牌号 都是自己的 但是呢 我很确定 我说了 套户系统 我有一个套接字 你能不能给这个套接字 设定一个固定的端口号呢 你只要设定好了 固定的端口号之后 别人再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是不是就直接往这个 固定端口号里边 发数据了吧 所以说想要让一个程序 有个固定的端口号 同伴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第一个 为什么要有个固定的端口号 为什么 要是没有一个固定的端口号 你将来给他发的时候 你就不知道 不知道是不是对方说不了 所以说 想要收数据 必须有个固定的端口号 怎么做呢 绑定办 套接字 创建出来之后的这个套接字 第二 把你的绑定 绑定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需要一个元祖 同理 这个地方写上你的IP 写上你的端口 如果你的IP就只有一个 每次写自己的固定的IP 这有意思吗 一点意思没有 因此怎么办了呢 绑谁的呀 绑自己的 你叫谁 你用的端口是谁 你写的就行了 第一个 自己的端口 如果你的IP只有一个 那之前用双引号 或者是用空的单引号 都行 这一天空的双引号 和空的这个单引号的字符串 它的长度是不是为0了 它和里边写上一个空格 有什么区别 这表示字符串是空的 而如果要是有一个空格建的话 这个字符串不是空的了 写上一个空的字符串 表示自己的IP 那么这个地方写上一个端口 表示你程序用的端口是谁 好的 简单言之一句话 你不是说 嘴听啊 理解最重要 代码 复制 练练 谁都会写 但是理解最重要 Windows里边 我接下来想要让这个哥们 给乌版图里边的某个程序发个数据 那么我这边是不是想要收拾数据 我是不是一个有个固定的端口号了吧 我有个固定的端口号 那么我接下来 假如说 你的端口号是7788 那么我将来这个位置 只要填上7788 请问 我接下来的IP是你的 端口是你的 请问接下来 你是不是就可以数多数据了吧 我怎么才能保证 我乌版图里边这个程序 有一个固定的端口啊 刚刚讲的是什么 B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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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绑定一个固定的端口号 这么说理解吧 来 写程序了啊 VIM 来 05 方定 端口 用来 接收数据 点PY 怎么写了 以后写程序 要看我流程 我给你演示一点 if 下文件下文件内容 下文件下文件 等于下文件下文件 慢 下文件下文件 如果这个条件相等 掉有慢函数 至于掉A函数 B函数 随你 你写什么都行 这一般情况就写慢 DF 慢函数 在这里边写东西 然后在这里边写东西 写什么呢 用注释来搭建流程 一 创建靠间子 二 干什么 绑定啊 绑定一个本地信息 三 接收 接收数据 四 在这个地方干净什么事呢 打印 接收到的数据 然后如果你不想接收了 那你就退吧 你不想接收 你退啊 你留着干啥 要关闭啊 关闭啊 套接子 能列吧 把流程理通了 放在这儿 接下来第一步 创建 创建呢 肯定是用 sokit 点什么什么 哦 想起来了 我这个时候怎么办啊 哎 导入 能理解过小说什么 代码不是从第一行写的 是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 让你补的 听懂了吗 为什么这么多 不是说不行 行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你这个代码有200号 你咋知道接下来用什么 你有那么谁吗 你能预测到接下来用什么 所以说同学们怎么办 先写呢 这个哥们 保证程序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条件能够买多 能够掉卖数 我在卖数里边 一步一步写什么 用的什么定义什么 用的什么定义什么 用的什么导入什么 请问这个事是不是就解了啊 程序是这么多的啊 先用注写单元流程 我刚刚说过了 我刚刚现在就在演示这个流程 那么接下来 办这个sokit 在里边 写什么 sokit.ef 下围线 inets 然后sokit.sock.dj.ram 没错吧 写上dj.ram之后 来懂吧 大写箭让我开 那么在最前面 咱们是不是找个东西存起来 你就什么都行 但是咱们起辩量名 咱们应该技术班学过来知道 是不是建名之一啊 我创建的是个udp的团队 你想叫什么都行 只是说建名之一 创建了之后 接下来是不是绑定 udp control n 找呗 找这个吗 回超 第二 bind 绑谁 请问他们 绑的是一个什么呢 原读 原读 来比方说 local address addr 就是address 就是地址率 就是addr 就可以了 等于 是不是一个原读啊 一个原读 本地的ip是谁啊 只要是绑定自己的 你管他的ip是谁的 sc是谁 反正绑自己的 又不是绑了你的 不用想 接下来 写什么 端口 你这个程序 要用的端口是谁呢 随你了 咱们原来一个原则记住去了 不要写小于1024的就可以 听懂吗 我用的这个端口 主要是1024以上的 包含1024 都行 比方说用这个7788 写完了之后呢 咱们相当于第六行的这个代码 是不是仅仅是定一个变量 是个原读而已吧 我想绑定 绑谁啊 绑我这个变量 里边的信息 local ctrln 自动补权 好了 绑定完了 绑定完了之后 再不用说关闭 套接字 肯定会想 udp socket close 是不是这一定是关闭了吧 那打印数据 打印数据之前肯定是先收 收了才能打 怎么收 套接字 sind2 表上发送 那么接收 又是什么东西呢 receive from receive from 表示接收 接收的时候呢 里边写上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表示 我这次接收的时候的 最大值是几 举个例子 你给我发了500个字 我这里边写了个1024 1024 1024 是不是大于500啊 全收 你发了500个字 我这里边写了个10 我只收10个 听懂我小说什么了吧 就这道理 好了 来这样写上 Ulippi socket .receive from 收多少个呀 随你啊 我一般的写1023 接收数据 接收到数据的时候 这个地方呢 产生了个问题 什么呢 至少你 你找个东西 是存下来不能吧 来 存下来啊 那存下来 那存下来之后 你打字的数据是什么 打印了 receive from ok 解决完了 流程就这么多了 好了 那么 多好了啊 接下来运行吧 Python 305 都解 这就运行了吗 请问为什么光标在闪 为什么 他在干什么 等待数据了吗 IP是128 端口上 7788 来发上一个哈哈 走 过去了吧 请问数据是不是过去了 哎 你没发现个特点 不应该只显示哈哈吗 这拖啥呢 请问 我直接print打印了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看见的是这个 那么是否意味着整个这个变量 它是一个元族 看对面的括号 这个地方有个括号 这个地方有个括号 请问是元族吧 整体是个元族 那这个元族里边又有什么呢 两个元族 第一个接收到的数据是什么 就是对方发的是什么 在第一个位置 同意了 第二个又是一个小元族 坏了坏了 有点乱 有点乱里里哈 这个小小子比较啥呀 IP地址请问 192-168-33.53 谁的地址 是Windows的地址了吧 那么这个8080是谁的 8080是不是咱们程序 刚刚他在自己用的这个8080 你这个端口号 来同学们 你没发现个套点 哦我懂了 你刚刚的流程是 我把颜色换成红色 让这个程序向Ubuntu发 所以说这个是Ubuntu的IP Ubuntu里边的程序的端口 这是发送给Ubuntu的数据 当我把一个数据发给他的时候 按照我那会给大家说的那个流程 他收到了数据里边有目的IP 有原IP有目的端口有原端口 是不是还有数据呀 我这个地方显示的内容 你给我发的是什么 发的是哈哈 我在这显示 这个数据来自于谁呢 来自于这个电脑 你这个电脑上用的这个程序 用的哪个端口呢 8080 你没发现 是不是这就是发送方的信息呀 对吧 这就是发送方的信息 也就是说我在门口等着收信呢 我第一个女朋友给我回了封信 第二个女朋友给我回了封信 我咋知道这封信是谁写的呀 他说他后悔了 是吧 这个我看是谁后悔了 是第一个人还是第二个人后悔了 前面 我是不是翻过来看看 OK 接收receive from的时候最低 回信点 receive from的返回值呢 整体是一个原种 第一个参数 接收的数据 第二个参数 发送方的IP和端口 能理我的意思了吗 这就是接收receive from 它的一大特点 来 我接下来想把这个程序 收给它升级升级 稍微给它升级升级 来copy 05 然后呢 往这拖一拖 往这拖一拖 比方说06 然后解析出 接收到的数据 点py vim06 来展开 先不要忙着写 先看 理解会了下课就在写 来看这懂吗 那么现在 其实咱们也就验证了 原来这个哥们 接收到的是一个什么 原图 来写上说明 receive下滑线 data receive下滑线 data 这个变量中存储的 是一个原图 这个原图 大体样怎么分呢 接收到的数据 然后 这个地方是什么 发送方的ip 然后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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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发送方 发送 端口 我直接写端口了 sift 空格好像是 是吧 这个全角和半角好像是这么写 好的吗 那大家看是不是接收到的是这样一个东西了吧 我接下来我想显示的漂亮点 我怎么做呢 receive data 比方说receive 就这样吧 就说receive message 是不是消息了吧 等于receive 啊 这车里边是谁啊 0 那么 这个send 就是说这样吧 就是这个 send 这个address 等于 receive 它 里边是几啊 1 那么写上一个注释 空格空格 这个大家知道这个注释合理的注释方式 应该知道吧 pp8听说过没 知道吧 注释 如果在一个行的行头 直接写警号没问题 警号后面空上一个空格 如果我要是在一个不在行数的地方写注释 空格空格有两个 然后再写上一个警号 然后再写上一个空格 然后再写那种 听懂我说什么意思了吧 只要求啊 好了 那么这个地方呢是传出接收到的数据 然后空格空格 警号空格 然后传出发送方的 发送方的地址信息 好了 接下来我想打印的漂亮点 我就肯定不能这么打了吧 print我怎么打呢 百分之 这个谁发过来的呢 百分之发过来的 发的是什么呢 百分之内容 请问可以这么写吧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接下来是不是写个百分号 这里边是不是写两个变量 写谁啊 send out address 然后receive message 没错吧 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这个哥们是不是一个圆祖 这个圆祖能直接百分之S打印吗 打不了 所以说你之前学过一个东西叫STR 还记得吧 STR是不是强制给它干成 做不错啊 管你是什么 做不错显示 百分之百 那么receive message 能否以百分之S 直接显示呢 不能 为什么不能 嘴听 咱发送数据 用深度度发的时候 是不是给它编码成了 byte了一下 咱们收到了 大家看看啊 大家是不是还有印象 咱们刚收到的这个 前面是不是带着个币啊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我接下来直接按了百分之S 打印的话 是不是也就意味着 不管你是否是自付串例行 我通通按了百分之S 打 是不是就会死了呀 所以说 在这个地方 有可能出问题 不确定啊 不确定 来 咱们回个头来 咱们看看代码逻辑有没有问题 逻辑没问题啊 pyte 3 06 多请 等他收 等他收啊 来发一个 他没崩 但因为发现这个地方 是不是还是在b的吧 但是如果要发 我要是发个带中文的呢 咱们试试啊 发个带中文的 大家看能不能显示 你好 中文啊 中文 你好啊 这是他啥事 反正我不认识啊 你要是认识 大神 你要是认识大神 来 这一坨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核心点 不在于他显示的方式怎么样 核心点就在于你的程序 根本这么写 就还差点事 原来之一是 人家发送方式 给你编码成了 UTF8的编码吧 你将来接收的时候 同学们应该怎么的 你接下来是不是要解码呀 第二 编码的时候 咱们是不是引扣的呀 将来咱们解码怎么的呢 Dcode 然后解码成什么呢 UTF8减 你按了UTF8减 咱们试试看啊 走 运销 咱们先发一个普通的 ABC 这样的 前面 前面那个B 是不是就干了吧 来 再运销 然后接下来咱们发一个 哈哈 走 说了啥呢 他说了 这个问题不是因为咱们程序导致的 而是因为你Windows导致的 Windows里边默认的编码GBK 所以说当你的Windows 发送一个数据的时候 你这个地方如果要是是纯英文 它不会编码 就是编码之后 你将来直接显示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如果它这里边要是有了是中文 比如说哈哈这样的中文 它按了GBK编码 GBK就是讲言之另外一种编码方式 那你接下来按照什么解 你按照的是UTF8解的 人家是GBK加的 你UTF8解的请问能解出来吗 你百分之百刮 所以说这个时候咱们怎么干呢 YYP这个就不用了 这个时候把它改成GBK 言外之一 Windows发送的默认编码都是GBK 你只要收到的数据是从Windows来的 GBK减没问题 来运行 接下来发 对吧 现在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吧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软件的一大特点 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我减在最后就给大家说 这个网络说助手一大特点是 这个地方它将来显示一个合适的中文的时候呢 必须是按照UTF8去解码了 但是它接下来它这个地方就没有要求 你这个地方是Windows套用系统里边了 那这个地方它的编码就是GBK 你如果要是把这个程序放到乌版图里边 它的默认编码又变成了UTF8 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是根据Windows这个电脑不一样导致的 听懂了吧 好了 懂得解一下了 刚刚咱们到底讲了啥 咱们刚刚到底讲了啥 想要接收一个数据 有这么几个条件 第一个 你里有个明确的IP 没问题 第二个 我里有个明确的端口 想要让一个程序有个明确的端口 同学们咱们怎么的 核心点是怎么的 绑定 那绑定 绑定的是一个什么呢 元祖 那么元祖里边 如果绑定的是自己的IP 注意了啊 这个事情必须是自己的IP 那有人说 东哥我能不能绑我同桌的 你设想一下 如果你在你的电脑上绑了你同桌的IP 绑了你同桌的端口 那么请问是否意味着将来 你就可以收到你同桌电脑上的数据啊 理论讲是这样的吧 你想想 上一个场景 东哥 我绑我自己的 比方说我的IP是192的168点 我自己的IP是多少来 128 是吧 我自己的乌版图的IP是128 我如果绑我自己的128 是否也意味着只收128的IP 是的 但是如果我是绑我同桌的 是否意味着我可以收我同桌的呀 你设想设想 是不是按理说 是不是可以这么多 但是不行 那岂不去乱了吗 我绑我同桌的 我绑我同桌的同桌的 我绑我前后桌的 那岂不是意味着我都收了吗 所以说意思是 绑定信息的时候 必须绑定自己的信息 这个地方注意点啊 注意点 必须啊 必须绑定自己电脑的IP 以及Port 其他的不行 能听懂我想说什么了吧 你绑你同桌的 不好意思 这个事不行 好了 等我们接下留守 想要做的接收 一 创建套节字 二 绑定 三 收数据 收到你是打印还是不打印 你是怎么打印你爱怎么着怎么着 四 关闭套节字 听懂我的意思了吧 他和咱们刚刚做的这个发不一样的呢 什么 发送 发送数据的流程 来 咱发送数据的流程 一 创建套接着 创建套接着 然后二呢 绑定本地自己的信息 即信息是IP和端口 然后三 接收数据 然后接收数据 然后四 关闭 请问基本上是不是这么个流程 基本上是这么个流程 发送方的流程和接收方的流程 基本上呢 都是固定的流程 这么说理解了吧 好了 同学们 接下来呢 我的一个小要求 大家帮我想一个问题 这个哥们是 这个哥们是 收一个就退了 收一个收就退了呀 我想一直结束怎么办 啊 我的意思啊 我想一直结束 来 同学们 Ctrl Copy Copy 06 然后 07 叫什么 07 然后一直 就是循环 接收 并 显示数据 VRM07 打开 同学们 你觉得应该在哪个地方 加什么 在创建 还是在绑定 还是在搜 还是在关之前 加一个外出呢 接收 同学们 接计是在接收 好了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while true true 然后按下 ESC 大V选中 往下 选 选择再拖 然后一个大U号 进去 可以了不通吧 这个数据进去了 那么接下来意思是 收到就显示 收到就显示 是不是就收到就显示 来看看 判3 07 走 发 可以吧 来 喝喝 好 这个 来 现在是不是一直循环 一直循环 是不是在接收了吧 好了 到现在的位置 咱们大家有没有发现个特点 咱们发数据和收入数据 是不是都是已经解决完了 好吧 ok 那么基本的方式就是这样的 好了 king to see 结束这个程序 结束这个程序